第202集 虽然见的次数比较少 但是对方好歹接待过自己 掌锅闺蜜的父亲 他真的做不到 安雅 刚才此人可是连你也不打算放过 叶辰冷冷的说道 如果朱雅今天不挥出这一巴掌 他会很失望 至少以后不会和朱雅再有过多的交集 太心软的人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朱雅自然是感觉到了叶辰语气中的含义 眸子一宁不再犹豫 一巴掌直接拍了出去 无比的清脆 一道红红的掌印跃然而上 安素山眸子满是血丝 低沉的声音吼道 你这个臭婊子竟然敢删我 如果我不死我一定 话还没说完 朱雅竟然又是一巴掌拍了出去 他那清冷的声音直接落下 刚才那巴掌是为我 而这一巴掌是为了叶先生 你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得罪他 真的不应该 安素山愤怒到极致 满脸怒涩 想要动手杀了朱雅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千绝山一战 他受的伤还没有恢复 现在面对巅峰时期的叶辰 如何阻挡 做完这一切 朱雅回到了叶辰的身后轻声道 叶先生我好了 接下来交给你 叶辰点点头 五指一握 地上的一柄长剑直接落在了他的手心 他将长剑放在了安素山的脖子上 冷笑一声 本来我可能还会照拂你们安家吉许 可惜你算盘打错了 死 雨落那长剑直接划破了安素山的脖梗 就在这时一道倩影扑了过来 直接抱住了叶辰的脚 正是安若营 安若营可不想自己的父亲出事 不然安家就彻底没落了 他生死历劫对叶辰求道 叶先生 求求你放过我父亲 就算看在我和朱雅的面子 后面的朱雅虽然动容 但一马归一马 他一字一句道 叶先生 不用看我面子 他死有余辜 如果安素山今日不死 定会再寻机会报仇 到时只怕还会连累了朱家 安若营见这方法没有用 又是求饶道 叶先生 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只希望你放过我的父亲 求求你 放过你父亲 叶辰开口道 语气很平静 听到叶辰有了反应 不光安若营激动无比 就连安素山也感觉有了活路 对对对 安若营猛地点头 下一秒夜沉的剑动了 近期爆发 一道寒光闪烁 安素山的头颅直接落了下来 一道冰冷至极的寒雨 响彻整个屋子 你只不过是一句粉红骷髅而已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意见 我今日放过安素山 他日谁放过我叶辰 不杀你已经是我最大的人词 朱雅 我们走 话语落下 叶辰向着外面而去 他对安若营没有太多讨厌 但是武道一途 就是这么残酷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朱雅看了一眼安若营 开口道 若营 你我还是姐妹 如果你在这过不下去 来找我 我会和你一世平安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丢下这句话 他便跟了上去 到了外面 朱雅好奇道 叶先生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呀 叶辰的目光凝视远方 冷声道 昨天那些人 一个个找上门去 下午两点 江南省白云机场 叶辰下了飞机 直奔明翠别墅 孙怡和夏若雪 已经打来了好几个电话了 毕竟 灰安省的事情 也有新闻在报道 说是什么连环杀手作案 极其危险 虽然和真相背道而驰 但也人心惶惶 二女有些担心叶辰的安危 让他快点回去 期间 雷树伟电话也打了过来 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知道 叶辰和这件事 有没有关系 当听到叶辰的回答 雷树伟长嘘了一口气 是叶辰就对了 如果灰安省那边 在横空出示一个妖孽 龙魂就有麻烦要处理了 因为这类人极端危险 雷树伟了解叶辰 他虽然很危险 却不是那种十恶不赦之人 相反 放眼整个武道界 叶辰都称得上有情有义 雷树伟告诉叶辰 这件事情 他会将他压下来 并且还告诉叶辰一个好消息 郑仁觉身边 有人偷走了重要资料 现在所有人都将一切重心 全部转移到了寻回资料之上 根本没有时间再来对付叶辰 这样也正合他心意 他需要不被打扰的十天 叶辰回到了明粹别墅 惊讶地发现 二女居然在修炼 关键短短一天多的时间 他们竟然又突破了 夏若雪睁开了眼眸 看了一眼叶辰 吐出一口浊气认真道 你如果再不回来 我们可能真要去找你了 对了 我现在发现我的身体很轻盈 刚才我试着一跳 竟然足足两米 这也太吓人了吧 你给我们的功法 修炼到最后会不会飞啊 为什么 我感觉和那些功法 完全不一样 叶辰笑了笑 将修炼者和鼓舞者的概念 说了一遍 夏若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虽然不理解 但是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 只要足够自保就可以了 她最近拼命地修炼 只是不想在关键时刻 给叶辰拖后腿而已 不多时 孙姨也从修炼中醒来 她直接问起 叶辰回安省的事情 叶辰为了不让二女担心 便编了一个借口 二女心中虽然有些质疑 但是也没有拆穿 她们都是聪明女人 其实很多事情 心里都是知道 隐藏在心里即可 叶辰喝了一杯水 想到了什么 认真到 对了 这一次 我可能需要闭关十天 这十天 我就待在别墅三楼的房间 我会让罗刹和安店的人 在门口守着 你们两人如果外出 必须有高手陪同 这次闭关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当然 如果你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可以来找我 我会强行出关 夏若雪和孙姨点了点头 一口同声道 你放心 这十天 我们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会来打搅你 之后 孙姨又道 经过了上次的风波 天正集团倒是因祸得福 彻底打开了市场 营业额几乎每天都是破纪录 昨天沈海华打电话给我 问了市场拓展的事情 他还让我问你 东南市场 我们几乎垄断 是不是该渐渐铺设 全国以及国际市场了 叶辰沉思了数秒 看向孙姨和夏若雪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两人 你们拿主意就行 夏若雪美眸流转 你就不想知道 自己的身价如何了 说出来还真的吓人 叶辰摇摇头 我现在几乎用不到太多的钱 够用就行 说完 叶辰便准备上楼 就在这时 别墅的门铃被人按响了 夏若雪起身去开门 门外正是许久未见的 叶灵天 电竹 叶辰皱了皱眉头 叉一道 你怎么来了 启禀电竹 你让我一直留意 林爵龙 刚刚有消息了 叶辰眸子一缩 一步跨出 直接来到了 叶灵天的面前 冷声道 他在哪 电竹 半个小时之前 京城国际机场 林爵龙出现了 说完 叶灵天更是递出了 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 一身黑色风衣 毛子冰冷 一股极强的气息 仿佛从照片中溢出 单单一张照片 竟然就让人 生出了一丝巨异 可见林爵龙的真正实力 有多么恐怖 看着照片上的人 叶辰周身 卷起振振煞气 一条血龙 不断地在他心中跑向 复仇 从昆仑虚出来之后 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 去报仇 完全是因为 没有林爵龙的消息 而现在 林爵龙出现了 你的人还盯着林爵龙 叶辰道 叶灵天点点头 我的人不敢太靠近 几乎都在几百米开外盯着 估计马上就有新消息传来了 话语刚落下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叶灵天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将手机递给叶辰 电灼 就是他 叶辰心中惊涛震震 他按下了手机的接听键 本想说话 一道低沉而又有磁性的声音 率先响起 我讨厌被蝼蚁跟着 我不管你是谁 如果想找死 随时欢迎 电话挂断了 林爵龙的声音 叶辰很清楚 那几位暗电的强者 必然全都出事了 他看向叶灵天吩咐道 从今天开始 不用监视林爵龙了 店主 为什么 叶辰眸子闪烁出了一道寒光 因为十天后 我就会去找他 他和叶灵天交代了一些 十天的安排 随后直接上楼 关上房门 取出黑色石头 灵气四溢 直接来到轮回墓地 黑炮老者已经在等他了 小子 接下去十天 你只要做一件事 杀了我 黑炮老者 苍老的声音响起 如果你杀不死我 我会让你感受到 什么是地狱 雨落 黑炮老者 周身泛起极强的杀气 身子更是冲了出去 杀意滔天 杀意滔天